6月6日,美国弗吉尼亚州首府李士满市中心的一个剧院外发生枪击案,七人重弹,其中两人死亡。 当天下午5点15分左右,胡格诺高中在剧场内举行毕业典礼, 场内警察听到了枪声并通过无线电通知了驻守在外面的警察,后发现了多名受害者。 李士满临时警察局长李克·爱德华兹在当日夜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一名19岁的嫌疑人在逃跑中被捕,他将被控两项二级谋杀罪。 据警方称,至少还有12人因在混乱中受伤或因枪击案引起的焦虑症接受治疗。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卫生系统发言人玛丽凯特·布罗根说, 6日晚些时候,有6人被带到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医疗中心, 其病情从严重到危急不等。 受加拿大山火影响,大量农烟已从加拿大飘至美国东北部大片地区。 官员们6月7日警告,这两个国家的居民注意不健康或有害的空气。 美国国家气象局6日向纽约市和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三个州部分地区 发布了空气质量红色警报。 据政府网站Aernaut.gov称,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主要都会区 现在的空气质量指数AQI都超过150,这被认为是不健康的。 截至周三上午,费城的AQI为205,属于非常不健康。 由于烟雾,美国东部超过5500万人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 专家敦促对空气品质敏感的人群尽量待在室内。 在接下来的24小时,会受烟雾影响的其他州还包括麻州、佛特蒙州、康州等。 从空气质量差之外,新泽西州大部分地区的火灾风险也很高。 最近的干燥天气、低湿度和阵风使该州的火灾风险不断增加。 气象部门预计6月8日或9日可能会有降雨,但周末天气又会转好, 温度在70至80华氏氏度之间,雾霾届时仍可能存在。 有参议员大卫·科蒂斯提交的参议院第553号法案, 已获州政府通过,参议院现在将进入州议会的政策委员会。 科蒂斯希望拟异的法律能够防止工作场所暴力, 并保护员工在抢劫期间不会被雇主强迫介入。 但一些商店老板对这些计划感到愤怒, 加州零售商协会抨击此举是在公开邀请小偷进来偷东西。 就在几周前,Home Depot26岁的保安人员布莱克·莫斯 在加州普莱森顿的一次未遂抢劫中被枪杀, 引发了加州的政治纷争。 位于旧金山的Whole Foods在经营仅一年后, 就关闭了其位于市中心的门店, 因为老板们表示他们无法在犯罪浪潮的城市中确保员工的安全, 而Nordstorm紧随其后也将在本月离开。 拟异的新法律出台之际, 商店指责入店行窃对他们的业务造成了打击。 Target曾发表声明,指责有组织的零售犯罪, 导致其在2022年的利润损失达4亿美元。 调查发现,37.9%的受访者回答说, 在他们的组织中不允许员工逮捕商店扒手。 该法案如果通过成为加州法律, 将要求雇主为工人提供主动涉及培训, 记录任何暴力事件, 并允许公司申请工作场所暴力限制令。 该法案目前在州议会政策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 可能会有所调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